大家好 沈姐是上海沈家花园 沈孟莲先生的后人 我们一起听沈姐聊一聊沈家花园的历史 大家好 我是沈家 我的父亲和我的外公就谈到当年我爷爷的情况 多月生的情况 谈到什么王晋龙都谈的 就是说当年我的爷爷很年轻的时候 就武艺武功很高强 他就是组织了一个叫塞道一高子 就是一个是泥水匠 一个是皮鞋匠 还有一个是理发的 就是对 因为他武功好 然后就带着他们就等于范丝岩 所以我爷爷就掌管了五个省的岩 从小做大 我爷爷后来就做了最大的官 就是江苏省水上警察厅的厅长 是蒋介石让他做的 我爷爷还不愿意做 因为为什么我爷爷嫌金响钱太少 我爷爷不想做 因为我爷爷的社会地位 我爷爷做就完全不一样了 可是我爷爷身体不太好 很早1940年就走掉了 就是我第四个奶奶叫李鸦杰 从小跟宋庆龄是睡一个床的 在一块玩的宋氏家族对吧 在一块玩 因为他的家族实力很大 沈姐您祖父的话有几房太太 六房 他是六房的是名震 名媒正娶的是六房 如果是外面的还有一些情人 那就不得了了 私生子一堆啊 第四房的那个李鸦杰的后人也觉得 我们家是没有名分的 他也不承认 因为他只承认他自己是最大房的 因为他掌管了沈家花园大员 大的权力三十年了 沈家花园炸掉了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沈家花园就在凤贤区 凤贤区原来的县政府所在地 后来区政府 现在就是区政府也搬掉了 就变成了文物了 但是其实我爸爸有的也在里面长大的 你父亲在那里住 那个是最大的一个沈家花园 那也就是说您祖父的这几房太太 当时是分开住 大家并没有说住在一起 以前的人都是这样的 他是一房一房的分开的呀 我的爷爷就是一个 到一个地方都要娶一房夫人 然后加大他的这个政治实力 他在苏州结了一个婚 就有一个苏州的太太 就这样了 他在哪里就有一个哪里的太太 他利用娘家的实力扩大自己 就现在也是这样子的呀 是吧 你做什么事情也要扩大实力的 古代也是这样子 那您祖父的后人很多了就是说 解放初期的时候上海有八倍多户 就是我的亲朋好友有八倍多户 现在也很多了 现在也很多 我经常都可以碰到我的亲戚什么的 您第一次去沈家花园是什么时候呢 我是在14岁那一年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我爸爸的大姐大哥 就是二房的 他们就对我可好了可温柔了 他们当时是住在沈家花园 旁边离得很近的 他们还带悄悄的去看了一下 他的家 自己建了个小房子 我爸爸还说 叫我不要说话 这就是我的家 就这样给我 小小声音跟我说 我说真的 我都不敢相信 奉贤区政府的大楼 我的天哪 那比我们那个 江西的房子 老改农场大楼还要这么威猛 我吓坏了都 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 但是我们沈家花园的人不能够走进去 如果走到旁边靠了进了人家说你要抢房子 有一些人就沈家花园的后来 他们都是由沈梦莲遗留下的财产 他们小门小户没有那么像我的奶奶那么张扬 就我们家是没有什么大的遗产 基本上没有遗产 可是他们都有祖上的房子 那您父亲跟你说过你祖父的事情 哪些你印象比较深呢 对 他说过我的爷爷是一个特别有权威的人 然后他就举了个例子 每次一过年过节几个房间都堆满了东西 那种漏娃什么吃多少天都吃不完了 就是什么我爷爷有四个奶妈 还有他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奶妈 还有说我说那你对爷爷有印象吗 我就问他啊 他说你爷爷有多好啊 他说到了晚年的时候就特别仁慈 因为年轻的时候一直打打杀杀嘛 对吧 我爷爷非常讲江湖的义气 如果是这个人走掉了对吧 他的老婆都管的 你知道吗 这是一点 还有就是我爷爷有就是在闽航办了一个广池 是孤儿院 那我爷爷就在那个孤儿院里住嘛 那个大概有 讲是讲说140个孤儿 在网上说140 但我爸说300多个孤儿收养了 都是叫沈孟莲叫爸爸的 大伯母曾经说过就是我大伯 大伯母结婚的时候杜月圣他们都来了 你祖父和这个黄金荣是什么关系呢 那我爷爷好像是还有点看不起他的那种 觉得我爷爷是亲王大自辈 就是第一个辈就是亲王大自辈 是最权威的一个辈分 但是讲是讲跟黄金荣平吃平做的 但是呢他的地位跟我爷爷不能比 他们两个当然有交集了 平时有什么事情都是相互都要打电话通通信的 就保命的那个 你像我爷爷无数次都差一点被暗杀 比如说某某某要去开那个追悼会嘛 追悼会上面会有暗杀的 然后就说按什么年你不要去了 然后今天晚上又那边有活动很那个 然后我爷爷就没去 结果他们几个另外几个名单都走掉了 这种事情 那您祖父和黄金荣他们有没有合作过什么项目呀 我倒是真的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父亲一直在杜月笙的银行里工作了两年 因为杜月笙什么事情都是要跟我爷爷商量的 因为杜月笙跟我爷爷倒是交集比较多 网上有这个资料的 您祖父和杜月笙共同组建了浦东同乡会 对对对是的是的 因为杜月笙当年的时候只是一个卖水果的 反正他就我爷爷造了他很多 真的造了他很多 他呢是跟黄金荣走得近 我父亲本来从小就在杜月笙家里长大了 本来也在杜月笙在梅兰芳家里长大了 你知道吧 他为什么呢 就是杜月笙因为太欣赏我的爷爷了嘛 他就说这样吧 你这个儿子长得这么好 要不然我就愣做干儿子 我父亲我爷爷说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给你 你这么多的干儿子 你会你将来你这么出名 将来总有一天 你会很惨的 你太张扬了不行 杜月笙是想攀我爷爷的 但是别人呢 是要攀杜月笙做干爹的 这个就不一样 情节就不一样 一个主动一个被动那就不一样了 是的 因为我这么多年也有那些后代的那些人 会来找我嘛 所以我很想建一个沈江花园 如果有经济实力的话 建一个 上海只有100多年 将近200年的位置 上海以前我来的时候都是很小的